郭善妮這日出席慈善跑活動 問到為什麼女女沒有一齊來 原來是因為要準備測驗 郭善妮還因為太緊張女女的成績 搞到好大壓力 沒有辦法 我覺得成績不是一切 但亦是代表你一個人生的起步 你如果不讀書 你出來社會做事 都是靠我的成績去運動 所以我經常說 不是要你高分 但要你起碼有分不上下 我都是為了她好 被我迫到哭 經常都會跟我說她不開心 因為覺得好像 怎樣說 我覺得她不懂得讀書 我經常提醒她 要怎樣讀 這些功課要做 那些很黑人青的媽媽 她突然間前一陣子跟我說 其實我不用你叫我自己會做 我說是嗎 你真的會做嗎 那就好了 我這陣子沒有理會她 這一個星期 我讓她試試半放手 其實我也很大力 她爸爸不理成績 她不理讀書 回來就陪她玩 所以我叫她不要回來煮 因為要測驗考試 不要回來煮 郭善妮說 將來都有計劃 送女兒去加拿大升學 還說想過去陪女兒 真是二十四校 很理想地 就像鍾佳欣一樣 如果可以像她一樣就好了 去到那邊 在那邊住 但如果有工作可以回來幾天 我覺得很完美